L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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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又來到問問.talk 的時間 今天我要教大家 怎樣可以洗牛仔褲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你新買了一條牛仔褲回來 如果你經常去洗的話 其實是很容易令它脫色 所以當你新買一條牛仔褲 我建議你先放一茶匙的鹽 在一些清水裡 將牛仔褲放下去浸 大概浸10個小時左右 這個作用就是把原本的色 鎖住 就可以令它遲些洗的時候 即是將來洗的時候 就不會太容易脫色 除了要加鹽水之外 其實你可以用1比20的白醋和清水 去放下去都可以做到同樣的效果 其次的就是 就是當你洗牛仔褲的時候 其實千萬不要用熱水 以及當你洗完之後 就不建議大家用燙豆去燙牛仔褲 因為熱力絕對會令到那條牛仔褲縮水 還有深色和淺色的牛仔褲 都不建議放在一起洗 因為不同顏色的牛仔褲 絕對是有機會 互相脫掉不同顏色 在對方的牛仔褲上 所以千萬要留意 到了最後 就是當你真的洗完 牛仔褲的時候 其實你不應該直接放在太陽底下 因為陽光很容易令到那條牛仔褲的顏色氧化 所以你就要反轉牛仔褲 放在一些通風的位置去浪光它 這樣就可以保持你牛仔褲原有的顏色 到最後的時候 一條牛仔褲其實不需要洗太多次 一般三四五次之後你才洗都沒有問題 就算你要洗 不用放入洗衣機 用清水把牛仔褲浸下去擠壓的話 來回十幾次 其實你的牛仔褲都會洗得乾淨的 好了 今天問問多偷的時間又到了 問問多偷 宜蘭逐個足 拜拜